康尔勒是第一人民医院 现在咱们把车开进去 你好 退了 没有人 只有一个 咱们把遮阳的衔衣相当地给装好了 然后再进去把窗子给它打开 换气扇给它打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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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全部都弄好了 现在 总觉得这个门坏了 总觉得这个门坏了 好 咱们现在全部弄好了 去医院 询问一下 找了一个咨询台 哇 哇 中午下班了吗 人都没有 我天 这就尴尬了吗 这个 打电话 也没人接 直接打不通 他电话是打不通的 然后 在这个公众号上 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咨询 不知道该怎么弄的 不知道该怎么弄的 这个东西 先到车上等一等 问问他们今天能上班吧 哎呦 您好 您好 您好我想问一下 呃 这边几点钟上班 四点上班 四点上班 我问你几个问题可不可以啊 就是 这打那个接种疫苗的话 是 几针的 啊 对 打疫苗是几针的 就是 两针的 因为我在你们这打了第一针之后 去别的地方能打第二个吗 这个 我也不清楚 你去那个三号楼一楼健康 去健康哪边 三号楼 三号楼 上班的时候就在那边打 三三号楼那边是吧 嗯 好的好的 从那边出是吧 好的谢谢 好想我去三号楼 因为 打疫苗是去 是在三号楼 但是得等他们上班 他们上班是下午的四点钟 那我就 直接先到这个三号楼看看它有没有什么书面的 这种东西 这地方 老牛逼了 一个人都没有 啊 新冠病毒健康之路 接种疫苗预防武器 就只看到了这个啊 切种疫苗 保护家人 是不可以少个这个二维码 回来了 咱们还是 反老实实的待到四点吧 是我啊 叫啥叫呢 是我呀 唠唠实实待到四点 然后去 咨询 可以的话今天就直接给他接种了 哎呀 啊 这是了了 我合作者的一个心病 啊 浪浪也打一针嘛 好不好 浪浪 打一针 打一针好不好 屁股 扎一针 现在是下午的 两点五十三 快三两 还有一个小时 我在这热的不行了 现在我们车里边温度 三十三度了 要吹空调了 再这样下去 扛不住 来让让 在这边虽然说没有沙沉 虽然说可以这个开窗子 可以开换气 但是架不住这边天气太热了 我看室外温度三十二度 哎呀 难受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急着 赶着去乌鲁木齐修电的原因 这样的天气啊 你一定得找一个有电的营地 然后在那边 开空调 不然的话这日子咋过吧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五点四十七 马上 啊五点 三点四十七 三点四十七 然后马上要到十点了 咱们 准备一下 过去吧 你就在这待着吧 好不好 啊 坐好 对这儿很凉快啊 这特别凉快 怎么门关了 那有个工作人员过来了 我问了一下 他们说这边都是社区安排 然后过来打 不是天天都在打 然后我就给他说 我说我是过来旅游的 我询问一下 可不可以打 他让我等到上班时间去四楼问一下 好的 去四楼问吧 要去四楼问一下公共卫生科的 看看 如何接种这个育苗 打育苗请上四楼 已经过去询问好了 这边的话 现在是 上一波育苗打完了之后 这波育苗还没到 所以就没有育苗 但是呢 像我们这种旅游的这种流动性人员来说的话 反正过来了 只要他们这有育苗 我们就可以打 我们刚询问了一下 他育苗什么时候都能到 但是呢他们说 不知道 具体多少天不知道 所以说在这等不了 我们就先撤了撤了 这边太热了 受不了 现在的时间还早 现在才四点 所以说 我准备就直接离开库尔道了 继续往乌鲁木齐方向走 看乌鲁木齐那边有没有疫苗 这边的话 等不上了这个疫苗 这东西线 关了 该关的关掉 该关的关掉 所以一切都准备就绪 把这个电话扇给关掉 充电头都打掉 这就不耽误时间 事不宜迟 现在出发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音箱 手机 水 窗子都关了 OK 准备就绪了 出发出发 继续上高速了 吐鲁番方向 继续出发 小时 我就已经困了 他困了 我要到这边来休息一下 顺便加个油 这个油表显示只有半格油了 不是用了一半油了 只剩一半油 哎呀 找个安静的地方 睡一觉 不知道这边凉不凉快 哎呀 这一觉睡的呀 现在已经是7点16了 睡了一个多小时 睡得我昏头昏了 一下子好困 哎呀 走吧出去遛个浪了 我看这有啥吃的 这吃个东西再走 因为 接下来的路要 翻阅天山山脉啊 是一条很难走的路 我还想今天要不要过天山 因为过了之后就到托克逊 托克逊 据新疆的朋友说 有新疆最好吃的拌面 就是托克逊的拌面 是最好吃的 哈哈 其实挺想去托克逊那边吃吃拌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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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